陪你 美丽 前两天咋没来呢 惹了事 我爹说就不在这儿 讨生活了 后来听婶子叔叔说 你们家好cape builds特别多 我们就沾你们家的光 不走了 以后在这儿讨生活 也不怕了 这字写得真好 谁教你的 我爹 我听说你爹眼睛不好 是 我小的时候还好 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 那大字啊 你也写得漂亮 一个姑娘家能写成这样 可真不容易 让林华婶见笑了 我可写不了这样的大字 我爹写的 你不是说你爹眼睛 都看不见了吗 不耽误写字 你看看 昨天你爹来我家 我也不在 要是方便的话 我想到你们家去看看你爹 我们是邻居嘛 再说了 我也想求求你爹 给我写几个大字 我想送给 在咱们这儿休整的梁师长 那感情好啊 那 那我今儿回去就告诉我爹 明儿个 让我爹来 我们家太寒酸了 没法惊人 对了 枫儿姑娘 你姓啥呀 我姓柳 柳树的柳 你娘 说的咋样 啥说的咋样啊 你 你昨天晚上真喝多了 我不是让你去 那种事情 那种事情 哪能问姑娘本人呢 那咋办 找个没人去说 真是个不知道还扫东西 人家都二十了嘛 昨儿可是谁说的 他们爷俩是逃荒来的 是啊 是啊 你 他爷俩是从山西那边 躲小鬼子躲过来的嘛 山西哪儿啊 不知道 我问分了 要能问我自己早就问了 这种事情 事先不能让人家姑娘知道 万一人家姑娘 已经许了人家呢 脸上多挂不住啊 那我 先去做买卖去 我来 李偶 写给谁啊 好 来咯 写给我兄弟 你兄弟叫什么名字 叫李涛 李涛 你说 娘 我知道他们家住哪儿 你咋知道的 昨天我跟着他们来着 你小子不傻呀 你咋知道我要去他们家 算了 算了 我也是 好的 不死 没错 药 这才原道常 哪儿 你凭啥耍动我 谁耍动你了 今天要没有赵先生 我就归了西朗 赵先生是我的贵人 帮我挡了血风之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这丫头咋才出去这么大一会就回来了 这字都买完了 这写了几封信哪 是吧 绿祖高 就是是啥日子 你说你这孩子 花这冤枉钱干啥 这毛布城 把大字都卖完了 发 发你咋不说话呀 又爱欺负了 你就快吃吧 这是哪位来家里了 我这眼睛不好睡 也看不见 还当你是我闺女呢 你 你快坐 你快坐 我给你倒水 你说 这咋还吃上 您带来的东西了 您眼睛看不见了 耳朵还挺好使的 多谢您夸奖 我咋听您这声音这么耳熟呢 我们以前没见过面吧 是她梨花婶吧 昨个我去您家的时候 骰子兄弟就说回头 要到我这寒舍来看看 那骰子兄弟 没一起来啊 您眼睛不好 您耳朵好使 心眼也灵 能猜得出来我是谁 真是她梨花婶 您这个声音咋 您 您可千万别笑话我啊 我要是猜错了 您就当我全没说 您的声音 让我想起了一个老熟人 您不会是徐凤智吧 咋不是我呢 就是我呀 您不是说您死了吗 咋还活着呀 这儿 Deprived 我这次回答复了 咋不说话了呢 只是眼睛看不见 又不是个哑巴 说啥呀 我都老了 是不是头发都白了 没有 一根都没白 还跟年轻一个样 真的没骗我 骗你干啥呢 风儿那丫头啊 也说我没白 我还以为是哄我呢 看来啊 我真没白 对了 昨儿个我去你家 见着你那两个儿子 你咋有俩一般大的儿子 我还问风儿是不是双胞 风儿说她长得不一样 一个是我生的 一个是秋香生的 就是赵府的四奶奶 你见过的 你呢 咋给闺女 起个跟我一样的名啊 还 还不是 心里想着我 就给闺女起我的名 也不怕你家我大嫂不饶你 哪有大嫂 我还没娶女人呢 没娶女人咋来的闺女啊 简单 来 坐坐坐 快试 这是我亲手给你削的 加了好几分肉卤呢 顺子哥 这不太好吧 总是总是白吃你们的 那今儿我一定要给钱 不论掏钱啊 一掏钱就减外了 咱是邻居啊 快吃 那谢谢你了 快吃啊 牛蛋 你小子跑哪儿去了 你回头看看 刚才来了四五位客人 我一个人又削面又收钱 你想累死我 你一削的面人家给钱吗 你小子 你出去偷懒 还敢笑话我 来来来 你看你看你看 我亲手给缝削的面 怎么样 削这么厚啊 要是我都不吃 你看他多傻 你别听他的 来 这个芳儿啊 也是个苦命的孩子 是啊 我要是不捡他 就被野狗给调走了 我怕他长大了难受 骗他说他娘生他的时候就死了 谁知道他娘是谁 你 你说你干嘛不娶个女人呢 你眼睛也不好使了 娶个女人好照顾你啊 我这心里装着你 还能娶别的女人啊 你心里装着我 那当年为啥不在柳头等着我呢 你爹吓唬我说要报官 我想啊 你从赵家也出不来 你说 谁成想你真的逃出来了 你说你 不在柳头等我也就算了 咋弄出个坟来骗我呢 这小二十年里 每年我都给你烧纸钱 你知不知道 坟 你见过我的坟 我真恨我自己 当年为啥不把那坟全给抛开呢 你去过十七里坡 你的坟就在那破庙后头 说是和尚把你给埋了 要不是这样 我怎么能断了面下不去找你呢 真难为你了 你能找到那个地方 那里闹土匪呀 他 和尚是个好和尚 智能师父 要是没他呀 我活不到今天 萍水相逢 为了救我念了三天三夜的经 我真的缓过来了 我活过来之后啊 他说要给我做个坟 立个碑 好对阎王那儿有个交代 没成想啊 交代给你 小林姨 小林姨 喊她干吗 爹 大白天的院子里上锁干什么呀 锁你 锁我 为什么 不锁你还了得啊 背着爹 在什么什么学校里找工作 你是女孩子 爹 我上的是师范学校 不在学校里工作 那能干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说过 需要你出去做事了 爹 你看 我也没累着 教师教得挺好的 难道 你心疼我了 想出去做事 可以到西安找一家最好的学校 干吗非在这种地方 这地方怎么了 我不就是在这儿生的吗 再说了 这里教师水平低 就需要我这样的人 用不了多久 这里就是前线 日本人要打过来了 你不知道 我知道 读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 要是日本兵真打过来呀 我还要上战场呢 胡说 你一个女孩子上战场 你怎么能干吗 我可以组织学生表演节目啊 鼓舞士气 捣乱 我怎么捣乱了 昨天你捐款的时候 大家掌声多热烈呀 这就叫做鼓舞士气 你走之后 又有几位大老板 都来捐了钱 校长说 昨天募集的钱啊 顶之前半个月呢 多亏了你老爹 哦 对了 我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就是我爹 校长说了 一定要找到这位 出手阔绰的大老板 给你送一面锦旗呢 别再给我丢人了 听着 从今天起 不允许你再出门 爹 我还在这上车呢 你把钥匙给我 爹 小灵仪 小灵仪 小姐 小灵仪 你把门给我打开 小姐你就别出去了 老爷昨晚上真生气 气得真哆嗦 小灵仪 你把钥匙给我吧 我哪有钥匙啊 真没有 真没有 好 我自己想办法 小姐 不得了了 老爷 老爷 你快出来 不得了了 不得了了 快出来 老爷 快点乱乱 亚琴 你给我下来 小心 小姐 爹 你等着吧 我从这个墙翻过去 晚上把锦旗给你带回来 混蛋 谁要 锦旗 摔死你 反正你也不给我开门 我必须得给学生上课 你先下来再说 你 快 门开开 小姐快下来 下来再说 谢谢爹啊 小姐上梯子 你怎么不拦着 小姐 你怎么不拦着 你怎么不拦着 我已经下来 你怎么不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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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拦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样的 这宝丁陆进学校毕业的学生 不错 有点样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看这谁家娶媳妇这么热闹 好像是三叔叔和五叔叔 是三当家和五当家的 这给谁家娶媳妇呢 娘 快出来看看 快出来啊 娘 你快快快快 娘 你看 是我三叔给五叔 我本来跟这个大花轿呢 我帮你数数啊 十六个 娘 十六个人抬着大花轿 如果我能活着回来 我一定用十六人抬着大轿 迎娶你成精 阿娘 那这么好的照片 他怎么不看呢 三叔 五叔 大花轿 大花轿 那骑得马上的 是我三叔给五叔 柳芳 我三叔给五叔 马上 五叔 五叔 船子 你娘在吗 在 来来来 牛蛋 三当家的 五当家的 娘 李花嫂 我们来接你来了 来接你来了 李花嫂 船子 你娘在家吗 在啊 刚进去 娘 娘 船子 你退后 李花嫂 我们奉师长之命 来接你来了 你总得出来相见吧 三当家的 五当家的 你们快别开这种玩笑了 请回吧 李花嫂 我们真的没有开玩笑 是师长吩咐的 大哥没跟你说好啊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回去吧 李花嫂 我们可是奉命来迎亲的 你不上花轿 我们也回不去啊 是啊 我们跟了大哥半辈子了 没见过他对哪个女人好过 十年前我们就劝过他 让他娶你 现在好不容易 在这大楼阵上又相遇了 喜事啊 李花嫂 不瞒你说 这顶十六人台的花轿 那可是大哥让我们连夜感知 三当家的五当家的 你们快别说了 我指定是不能上这台花轿的 快走快走 你们快走吧 这 这 快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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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花嫂 快走 再让一下 大哥 杜总 怎么 嫌我李叔不周 没有先没后聘 我这人不抢救真心 就别怪我了 梁市长 请屋里头说话 快走 弟兄们 都在这儿等着我 都怪我 没时间和你商量一下 以为这样能让你高兴 我这儿给你赔礼了 大当家的 我不能嫁给你 什么 为什么 我明白了 儿子都长大成人了 娘还要做花轿 是不好意思 是怕人说话 我看他们谁干 不是 那你是嫌弃我梁飞虎 我现在可不是土匪了 国民革命军的师长 不是 那你就是嫌我岁数大了 可你也不是小姑娘吗 我梁飞虎一生未娶 配不上你啊 不是 什么都不是 那就是不好意思 来 我抱你上花轿 大当家的 别出门 你就是不好意思 不是 早晚得出门 敢早不敢晚 不 我 再等会儿 就这样 再等会儿 你哭着呢 别哭 我梁飞虎又不是抢亲来的 你 大当家的 我铁里花四十几岁的人 还能被你抱着一会儿 我死了都止 你放我下来吧 你放我下来吧 不 我把你抱到花轿上再放 我不能嫁给你 放下我 对不起他当家的 我真的不能嫁给你 我真的不能嫁给你 你对我的好 我来生在报答你 可这是为什么 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如果我们再能相见 我就会用十六人抬的大叫来接你 现在笑子就在门口 你不认账吗 我认 可是 他还活着 谁 刘天资还活着 不 这不可能 这虚不可能 你不是亲眼看过他的烦吗 可他确实还活着 就在大罗这儿 我昨日见着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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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大哥 兄弟 你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 梁市长今天要取铁梨花 乡亲们 当面的弟兄们 今天可是大喜的日子 他们不能让咱们俩子 我的屋里高兴 跟我一块喊 请新郎新娘都出来 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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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什么呀 没看娘不高兴 师父跟娘的 什么呀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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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子兄弟 不要在这儿乱说 什么新郎新娘子的 没这么回事 弟兄们 父老乡亲们 是这么回事 十年前 我和梨花嫂打了个赌 说十年以后 如果我们能相见 我就收她一顶大花轿 梨花嫂 可以用这顶轿子 给她的儿子娶媳妇 今天 我们终于相见了 我梁匪虎愿赌服输 是特意来送轿子的 你快走 请出来奄奄轿子吧 这轿子 可真漂亮 梁匪虎愿赌服输 谢谢了 告辞了 市长 不是 十六人抬的大轿 可不 我从来没见过 那么大的大轿子 我总觉得 那个梁市长 是要用那顶大轿子 去娶梨花婶 梨花婶 梨花婶 爹 梨花婶来了 快 凤儿姑娘 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跟你爹说 刘天资 你得娶我 啥 我可顾不起十六人抬的大轿 那你得娶我 我那啥娶你啊 我连两个人抬的轿子 我都顾不起 我顾 明儿个 你就搬到我那儿去住 那成啥了 那叫我娶你啊 那你说咋办 要不 今儿个我搬你这儿来住 我闺女住哪儿 来 二十年了 你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你耽误了我十六人抬的大花轿 你得陪我 我陪我陪我陪 今年过年 我多些点大字 多卖点钱 先给闺女攒点嫁妆 嫁个好人家 来年过年 我再多些点大字 再多卖点钱 我值班好聘礼 我依你 我就娶你 一句话幼稚了我两年 你是什么东西啊 眼睛也瞎了 头发也全白了 幼稚我两年 你说啥 我头发全白了 你昨天不还说 我一根白头发也没有吗 老天爷呀 既然年轻的时候 不让我们俩在一起 为啥今天 又把两人往一块儿走啊 妈 我头发真的全白了 白了 你说啊 你说这要下雨咋办 得找个大毡布 给它盖住 是 是什么是 那你见过那么大的毡布吗 我最担心的不是这个 你想 这还没等下雨呢 那半夜小叫花子 就得钻进去睡觉 都给它弄脏了 这得找个人给它看着 好了 看见你坟那年 我还以为这辈子 不会再有眼泪了 这攒了二十年 又有了 又有了 哭出来就好了 我也不恨你了 你还是恨我吧 恨你有啥用啊 能回到二十年前吗 要是不认识你就好了 我再照顾我当无奈奶奶 我再照顾我当无奈奶奶 有吃有喝的 也挺舒服 都是我对不住你 报应 谁知道我上辈子做了啥 不该做的事啊 啊 是的 今天哭了出来 这辈子我也就不再想什么了 我说 你还是搬到我那儿去住吧 过些日子天良了 你这儿就没法住人了 我总得先给闺女找个人家不是 你竟瞎琢磨 还指望过年卖大字 给你闺女挣嫁妆 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 现在兵荒马乱的 谁还买你的大字唇脸啊 可是我除了写字 我还会啥呀 谁让我捡了个闺女呢 幸好你捡了个漂亮闺女 你要是个丑八怪 我也帮不了你了 你咋帮我呀 把你闺女收给我儿子吧 我不要你们的嫁妆 还给你们送聘礼 以后让你女婿给你养老 那感情好 那我先问问你 你准备把我闺女 说给你哪个儿子 是机灵的那个 还是汉氏的 我两个儿子都喜欢你闺女 关键 看哪个肯让了 我说要我去哪个肯定 呢 把你去哪儿子都要 这监费 当然被我扔了 我有一天 你再去哪儿子都要 你我去哪儿子都要 你去哪儿子都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